正看 从哪里看 从日常生活上看 从穿衣吃饭 里面做起 大臣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大臣 工作是大臣 待人介屋是大臣 要常常把自己想着 我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我到这边来是理由的 是到这边来观光的 看看这些地 这个地方 一切众生的生活状况 当然与自己有云 没有云你见不到 凡是见到接触的 统统的有云 能帮助的 要全心全力帮助他 知道一切有云 与自己是共一体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论理 论理讲关系 一切众生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的自然现象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 五脏六腑 言而彼是人 共一体 关系太密切了 你能够 常常做如实观 自信里面的慈悲心 就流露出来了 不能见心 迷失了自信 慈悲心怎么发都发不出来 我要去爱护别人 为什么 我要去照顾别人 那为什么 后面很多问号 知道 是一个自信 清净 圆明体 这些问题 就没有了 全都没有了 我们照顾他 爱护他 这是应该的 爱护自己 自他 是一 不是二 我们 跟自信 越来越近 智慧慢慢 增长 烦恼吸气 慢慢就 淘汰了 转烦恼为菩提 一定要靠 接定会 因为定会 有这么大的 力量 定能扶烦恼 会能转烦恼 所以成为勇猛 制度论里面 这两句话 从比喻上说的 智慧剑 很厉害 破 交慢 住嘴 用兵器来做比喻 唯磨尽云 以智慧剑 破烦恼嘴 都是 这个意思 会并且 等待会 入口 招待 半 二 二 二